第一块瓶坏了 然后导致后边你看都不亮 仔细看的话 第一块瓶不是全部不亮 看亮了一点后边就不亮了 它那个呢换个单弯板就OK了 这个旧的单弯板拿回来了 看接上之后就是这块正常 我调一下 按一下 让它全亮状态 这是全亮状态啊 就这块亮 其他都不亮 咱们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再看一下啊 它这块不亮了 这块对应的就是 这两个芯片 这一部分啊 它这个驱动芯片呢 你看这下边一排八个 还有这一排八个 它都是一样的啊 74HC595 标有序号 U21 U22 然后U23 然后4 这样5 6 7 8 这样 一直到最后啊 现在亮的是这两个芯片正常 12正常 然后到第三 U23 这不正常了 所以说咱们要测量一下各脚电压啥的 大概 这个是这样的 14脚是输入 然后第九脚输出 这是第一个芯片 然后输出到第二个UR2的14脚 看嘛 它俩是通的了 然后输入到这里之后输出又是第九脚输出 然后第九脚呢 这不是UR2吗 再到UR3的14脚 这样一四类推啊 你看 然后再从这个第九脚输出 然后再到这个14脚 一直到最后 现在只有这两个芯片正常 到这儿就不正常了 我再通电测量一下电压 大家看一下 黑表比接负极 然后 UR2的第九脚 大家看这个电压变化 这个幅度是挺大的 直接到这个UR3的14脚 因为它俩是相通的 你看变化幅度也很大 但是到这个输出 第九脚输出 这个变化就小了 这个不明显的话 我可以用这个视波器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这个波形 还有这个VPP峰峰值就可以啊 先测正常的 你看 这儿UR2的第十四脚输入 VPP 你看 最高是5.2左右 是吧 然后第九脚输出 同样 再看这边 14脚 正常的 对吧 然后输出 第九脚 这就不正常了 明显看着波形球 峰峰值就小了嘛 成一点多了 看到了吗 VPP 所以说注重要看一下 UR3 先把这个刷一下 这上以前进水的痕迹 这上都要刷一下 通电试一下 还是不行啊 然后补焊一下 补焊一下再不行就更换个芯片 好了 这位通电再试一下啊 还是不行 还是这一块正常 其他不正常 再测一下十四脚输入 然后九脚输出 依然不行 换个芯片不行的话 那是不是九脚 因为九脚和这边十四脚相连的 是不是这个芯片把这个信号拉低了呢 测量一下正常不正常 第九脚 这个呢 要和十四脚对比一下 这个现在拆掉之后基本正常 看到吧 那有可能是这个芯片有问题 下一步把刚才这边这个芯片挪到这上试一下 下一步咱们再通电 通电之后呢 咱们先测量一下 第九脚 可以 这个应该是正常了 反过来看一下啊 诶 正常了 切换一下 最终就是这个芯片造成的啊 这个只要你知道这个板的信号这个流程啊 先从这个到这个再到这个 知道这个流程之后呢 无锈起来是没有啥难度的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见 拜拜 拜拜